HELLO 大家好! 看看今個星期有什麼會計新聞 麻煩你,阿阿仔! 取悅11個案內地審計底稿 財會局 8 月推出核數師處分搜查 財務惠報局 FRC 由去年10月獲准 從香港會計師公會手上接掌核數師監管權 財會局日前公佈工作進度於未來計劃 透露局方於上個工作年度就11個案 向內地提出索取審計底稿請求 另方面,當局正著手制定相關的紀律處分搜查 預計在8月完成 去年立法會通過財務惠報局修訂修例草案 代表香港上市公司核數師由財會局監管 相關條例於去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財會局隨後於內地財務部簽訂備忘錄 容許財會局取得上市公司存放於內地的審計工作底稿 正式擴大權力範圍 財會局日前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工作 指在上年度局方就11個案 曾向內地提出協助請求以取得審計底稿 財會局處理行政總裁黃慧薇表示 協助請求主要在今年2、3月提出 因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令部分申請合作受阻或延遲 現時僅取得其中部分底稿 但總體而言進展順利 黃慧薇提到 由於現時財會局擁有對上市公司核數師的紀律處分職能 當局將會制定一套紀律處分程序 預計有關工作可於8月完成 財會局主席黃天佑表示 財會局正式確權後 會查冊去年10月1日以後的上市公司核數項目 局方從今年3月底開始展開首輪查冊 目標每個年度抽查18份上市公司的核數報告 若抽查過程發現問題,局方會展開調查 財會局今年將會逐步查冊40間上市公司或集體投資計劃的核數項目 當局年內也將會旁聽香港會計師公會所召開的會議 以作監督 黃天佑又透露 局方於去年11月底已經正式向國際獨立審計監管機構國際論壇 提出會議申請,正與相關機構就申請保持溝通 黃指出,財會局成立的其中一個目標 是成為獨立審計監管機構國際論壇成員 以及擁有歐洲委員會監管資格 此舉可讓香港取得雙重認可 不但令香港會計業獲得廣泛的國際認受性 更有助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及聲譽 Hello 大家好 和大家update 下近期的CPD 先 我們去除你 和我研獨立的 稍後 和我研獨立的 稍後 為了 稍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会计每新闻部编制本影片所在的资料和材料时,以着力并严谨处理其中如有错漏或因资料其后之任何变更而导致的损失,新闻部不负有任何责任,并请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